嗨 全国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及会员朋友们大家好 很高兴了林老师又跟您见面了 今天这一次我们选出来的歌曲是《爱情》 莫文贵所主唱的《爱情》 这首歌林老师在前言里面想了 技巧解说的前言 林老师写到一段话我念给你听 这首歌曲看似平淡无奇 听起来好像是平淡的感觉 但是如果细心品味的话 其实这是一首蛮耐听的歌曲 请您特别注意五级暑期和弦 这首歌里面林老师做一个钢琴编曲 因为大家鼎歌票选出来了以后 这首歌曲有很多人提到说 台语呢 你看融合了国语跟台语 代言买通 就是说前面里面 所以这样子的歌曲 其实是很合乎我们台湾人的口味的 请特别注意五级暑期和弦中的挂流四和弦 挂流四 这个挂流四对 你看林老师 我们经常用到蛮好用的 我们在以前的歌像 灯来温行B 你看 或者是才有 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 或者是 很多歌曲里面都会用得到 那我们今天呢 这个挂流四也用了很多 那现在呢 林老师觉得应该为你在白板上面呢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相信呢 您会印象更深刻一点 来 现在呢 林老师在白板上面帮你做一个解说一下 好 请 请您看到这里 我们呢 挂流四和弦 在我们过去所讲过的 现在林老师在为您做一个复习 如果像C和弦 它本来呢 是Do Mi So 比如说C和弦 那我们先不弹Mi 第三度音先不弹 我们先弹Do Fa So 那这样子它就可以解决到Mi 这样的音乐你看 So Fa Mi Redo So So Mi Mi Fa Mi Fa常解决到Mi 四度音 那我们现在在五级里面呢 就是属 G和弦来讲 我们先 以此类推 我们先不弹So Si Re 我们先弹什么 对了 So Do Re 将就有我们 中国五声音阶的味道 也有一个 你看挂流四 解决到Si So Do Re So Si Re 那用在什么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用在空拍的地方 你看它空拍里面 我们就可以 这个动作呢叫做解决 我们直接在键盘上 再为你释放清楚一点 因为我们原理都会做一个技巧 这个它的原理的解说 但是示范呢 还是要在琴上 上面来才可以 好 OK 请看到我们键盘上面 键盘这个地方呢 你看哦 在进入主歌的地方 还没有进入到主歌 等于第二 前奏的地方过来 第五个小节 你看哦 第五个小节 你看 So Do Re So 也就是说 它本来是So Si Re So Si Re 但是我先弹 先弹So Do Re 不管是右手来弹 Do Re So 这样弹着 你可以听得到 仔细听 Do Si Do Si 我先Do Si 这种感觉 这就是挂流式的味道 以前你老师讲过 你看 就是这种四度 解决到三度的感觉 我们只要知道 这种味道 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在前奏这首歌呢 里面呢 我们还有 很多切分音的音形 等一下林老师会 为你做示范 我先来为你弹奏一次 这是前奏 切分 左手用瞬接Bass 这里就是切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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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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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 So Mi So Do Re Do Mi Re Mi So So Mi Re Do Re Do La La Mi Re Do La Mi Re Do La Mi Re Do La Mi Do Re 注意这里哦 其实是切分 总理和诊 需要示范 那的时候 右手顺手要加和弦 大家养成习惯 这是一个好习惯 左手轻松 背手 注意这里 肩肉 左手很简单数拍子 拉你切分段 再从第二段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 不停揣着你的心里 可有我吸引你 那梦是因为爱丢离 真回不及 就太吸引 有种不完整的心情 爱你 爱你 爱丢离 一高八度 一高八度 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方式 这种味道就是一个 你看最后结束的地方 我们可以用一个 它是一个 如果我们就用一个 这样的方式也可以 但是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像最后结束的地方 这里跟A挂流式 我们前面所讲的挂流式 有一点不同 我们过去曾经讲过 复加二度 或者是复加九度 这个和弦 这次呢 林老师又要在白板上面 为你讲解一下了 因为怕你不知道 最后面结束的地方 来请看 林老师呢 在这个地方 要为您解说 刚才我们讲的是挂流式 但是现在呢 我们所讲的是 本来这是C和弦 那我结束的时候 我们五声音阶的音乐呢 其实我们东方的味道呢 我们喜欢加一个 Do Mi So里面呢 再加一个Re 这样就是C A D D9 它是附加 Audition 就是附加的 多的 那如果是 你看哦 我如果是用Re Mi So 它都没有呢 其实也有人称这个为挂流二 它都没有 一定要解决到Do Mi So 如果Re Mi So 这样谈的话 这样谈的话 那我们呢 这个Re 它是动音 它没有安静 安定的感觉 所以要解决 回到主音 那如果是 有时候我们结束的地方 为什么还加一个九度 因为这样比较有东方的味道 这就是加油添住 好 这就是A D D9 附加九度 增加九 那附加九呢 通常这个时候 是不一定要 不需要再解决 它本身就是一个 因为Do Mi So 也蛮安静 主音都出来了 这是林老师 特别教你一个小技巧 好 我们再回到键盘上面 我在最后面呢 第四页的 结束这个地方 你看 挂流四和弦 S U S 就是挂流四和弦 按住 它就是 So Do Re 没有结束 然后到 Si 林老师 编曲编一个 你看哦 Si So Si 那我们的走手呢 不用八度 用八度当然也可以 那既然是 如果是鼠七和弦的话呢 我们用 So Si Re Fa 因为呢 我要告诉所有观众朋友 或者是我们的会员朋友呢 你看 常弹这个So Si Re 就像常弹 弹这个古典呢 久了会逆 是因为鼠七和弦 具有变化的色彩 所以So Si 有时候我们可以的话 弹So Si Re 这样的爬音 比不上 So Si Re Fa 你看 它就是比较有 柔和的色彩 比较有一点变化 换句话说 这个地方你看 左手用So Fa 林老师讲过了 这是比较爵士的弹法 当然你用So So 也没有什么错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爵士的手法 来弹流行的曲调 就林老师常讲的 流行爵士 所以你看最后五十七 小节第四页 C So Si La So 再一次 最后一次 La Do So Do Re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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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是Mi 但是它是Do Re Mi So一起弹 慢动作 当然你可以放慢速度 它渐渐慢慢 慢慢地结束 好 那我们要讲解一些技巧 林老师刚才先简单地弹过一次以后 我们现在先要为您介绍 这首歌里面要特别注意的技巧 你看前奏里面 林老师钢琴编曲编得很简单 就是要让你知道这一首歌既然是爱情 它就不是舞曲了 就不是像 那天就构想 这么强烈的音乐 也不是 或者是像站在高纲上这样子 强烈的拉丁舞曲 所以它是一个很柔和的歌曲 你看哦 速度大概心跳节奏 或者比心跳节奏72快一点点 74 76 78都可以 不要超过80 那右手呢 顺手可以加一点恶音 我们先讲右手 你看哦 走啦都 边弹边唱 然后这首歌最高音是到都 所以为了让男生跟女生可以唱 我们定C调就可以了 很好 但是它对男生来讲是低了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 这个如果是高音的人 就会觉得高了一点 那没有关系 你可以移调 在键盘上移调 或者是直接用我们的录音室 录音室的记谱法 我们有把五线谱跟简谱互相对照 而且有写录音室记谱法 大家就会一 二级 三级 这样你就可以 而且还有一张对照表 我们这个谱里面 五线谱 简谱对照 还有这个简谱 还分红色 右手是红色 左手是绿色 然后呢 和弦如果是移调的话 会按照五线谱来定调 定完调呢 我们在简谱里面 也会写出 就是录音室的记谱法 那这样你就可以来 很简单地进行移调了 好 现在呢 请看它这里 你看 So La Do Re Mi Re Do 顺手加一点和音 那这里呢 李老师用一个你看 So Fa Mi 这叫解决 这也是解决 Fa解决到Mi So解决到Do 我们常在古典里面听到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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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 这就是音乐的美 Re Mi Mi Re Do La Re Mi Mi Re Do So 这里是由左手来弹 So Do Re Do Re 那这个词音呢 C So Si 就应该切分音 前短后长的话 就应该加一点中音 再看一次 一起 当然你要把它交错 也是可以的 两拍两拍 C So Si La 这样也没有错 没有错 我们的乐谱 其实在彩色琴谱里面 其实写的已经一清二楚 但是呢 有很多的会员朋友 或者是观众朋友说 可不可以呢 在录这个录影教学呢 让我们可以欣赏跟学习 参考 讲更多的解说技巧 有什么变化的方法 所以呢 林老师就重散如流 希望能够满足大家的愿望 所以你看 这是前奏的部分 那我们先来讲 A段的左手 你看到 Do 因为它是一个 瞬接贝斯的和声 林老师在编写和弦的时候 已经参考原版唱片 然后再做一个 适度的改编 钢琴曲 Do 因为要让大家练习贝斯 很多人常讲 我右手会弹 还是很多会弹电子琴的人 就说 我右手弹得很厉害 就是左手不厉害 那我们要练习 就像贝斯手这样子弹 你看 Do Do Si Si La 转直 La So So Fa Fa Mi Mi Ra 这个直法 我们都帮你写得一清二楚了 So Do 再一次 Si La La So 林老师讲过 很多人 不管是初学者呢 或者在练爵爵士钢琴 或者是流行键盘的人 很多人都是右手跟左手逗不起来 这个问题出在哪里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也讲过 但是我不厌其烦地在跟大家讲 即使你念林老师太啰嗦 我也不会担心 我还是要讲 毕竟有的人希望林老师一句一句地讲清楚 比如说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 两手为什么会合不起来 第一个你右手不够熟嘛 就是有很多人说 那我有谱了 但是有很多歌我没有听过 没有关系 有很多人呢 如果你是光有谱的人 在电视上你也可以看得见 我们这个节目呢 就可以跟你的乐谱配合啦 那除非是有人都觉得还不过瘾 那就看我们的DVD了 DVD吧 这不是广告 就是说那这样你可以看得更清楚 至少我们在电视上都会播出大家点歌率 而且最比较很快智人口 而且很畅销的好听 好听的歌 所以你看 右手要熟 那右手要怎么才算是熟呢 就是说如果可以不用看谱 我闭着眼睛 我不用看键盘 像李老师现在看着你啊 你看 因为当大家选出来的时候 李老师听过一次唱片 那几乎也在为了编曲的时候 其实弹过一次 那大概就记起来了吧 其实唱谱比较容易记起来 唱歌词不容易记起来 那你右手熟了 那左手呢 就应该是 你看哦 你如果光这样弹左手是很无聊的 然后练一练就会 打瞌睡 我都怕我们顺势打瞌睡呢 所以呢 你看 所以你看很多 人来探班 李老师的 跟李老师讲的时候 制作团队就常跟李老师讲 李老师可不可以多唱一点 还有我们会员朋友都会常会讲 李老师 拜托威了 多唱一点 你唱歌不会难听 好了 我就多唱一点 你不要去门了 所以你看哦 当然我们的执法 你尽量照我们基本的执法 照了我们乐谱上面 但是李老师讲过 顺手就好弹 不要太执着 这里实际上 你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比较有可以参考 你总不能不写出来嘛 那当你正式练熟了之后 你要弹的时候 就像李老师录影 我不会一直执着 因为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 我乐谱放了方圣了 我没有办法 其实我现在看里面呢 李老师只会瞄一下这样而已 因为又要跟你讲话 如果我刚像你这样 在练习的时候 很专心地练 很专注着乐谱 我当然可以看得一清而楚 但是一方面 请大家谅解一下 又要不能忽略了你 又要照顾你的感受 又要跟你讲得清楚 所以李老师当然是 以你的感觉为感觉 我就不能有太多时间看谱了 这一点请大家谅解 所以你看 这个时候要去唱右手 先定一个音 这个时候你还要再去想右手的时候 对不起 顾着就会忽略右 会顾齿思笔 所以一定要先把右手唱得滚瓜烂熟 这是最好 其实唱谱是最好记的方式 我给大家讲 会唱歌 歌词不代表会整首歌 会对弹琴的人来讲 不见得会有很大的帮助 会记得住 但是先唱歌 也对唱歌谱的音感 因为你就会有印象 好 所以呢 你看 在我们练习 这个右手熟了 左手也练熟了之后 两手把速度放慢 第一次先不要加鼓 这样来练比较好 你看 我们身体就是一个鼓 就像一个鼓手 二 左脚可以数拍子 我把两手合起来 转时 边弹边唱符 比较不会断调 这是一个 这样双手 你看和声很完美 这样的和声就会很完美 四平八文 切分 一 这也要多练几次 一 二 后半拍 一 音乐如果都平平 你看 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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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太平淡了 也不好 再从A段 左手准备 转时 第一段 你看很简单 我们顺手可以加和弦 我们顺手可以加和弦 爱是这 爱是这么人的东西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右手如果顺手的话应该怎么样呢 多加和弦 答对了 很好 李老师为你鼓掌 右手顺手的话要多加和弦 因为在越高音它的泛音越稀薄 越低音反而不要常弹八度 你看低音一弹下去它就有一个泛音 那我们右手的时候很单薄你如果弹单音那就很单调了 你看 当然也要加上差音 差音就是要顺手也要顺耳顺耳才好听顺手才好弹 李老师所有一切编曲的原则呢都是为了让你好弹又好听 却又胜不得这样放弃 不停揣着你的心里 可有我姓名 手都Rey你看 所以这一首到处处处可见 挂流四 我就是要让你经常挂流在心 那你将紧记在心一手里面折散而固执 到最后呢你就久久习惯 习惯就成自然 然后自然而然 自然就是美 美就是好听 那好听就快乐 知道了吗 这一连串有一个因果关系 OK 很好 然后在B段里面呢 我们是一个音乐的高潮 就要把感情抒发出来 其实唱歌是一种很好的运动 不管是快的慢的 慢的是一种抒发情感 我们就不会社会上这么多精神问题了 抒发情感 你看 爱是折磨人的东西 却又舍不得这样放弃 不停踩着你的心里 可有我姓名 那到C段的地方 我们常常讲A段 B段是A段的变化 我们常常音乐的美学呢 各种美学八大艺术里面 现在还有数位的艺术了 不止八大艺术了 各门各派的艺术里面 你看喔 变化跟统一 变化跟统一很重要 C段虽然是一样 但我们把右手移高八度了 但是要注意C段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要用瞬间 用五二一 然后 用五二一推过来 一般人弹钢琴呢 就是不懂得放松 所以如果久了 你弹钢琴的人呢 是不是 如果你常有看我们这个节目 应该知道 很多人为什么弹钢琴会酸呢 酸就会痛 痛就会烦 烦呢就不想练 练就会放弃 这就是失败的原因 所以一百个人练呢 为什么只有少数人成功 其实应该是少数人不会成功 多数人大多数都会成功才对 因为很多关节呢 没有注意到 成败的关键就是在于 知识要正确 方法要对 方法不对 练十年也是白练 所以你看放松 推过来 你看踩踏板下去的时候 它的音会保持 所以不要紧张 这样才舒服啊 你看 所以瞬间 我们这里就不用多手 咪了 我们用多手 多 C段 C段这里 C手 Rey 转位 和弦的转位 用五二一 推过来 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 久久就自然了 好 这一段的重点在这里 但是呢 到第三页的地方 有一些特别的地方 你看 D D Rey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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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 Do Fa Do Fa Do La Do D 我讲过了 要变化跟统一 我们前面 虽然这样 要做一个变化了 I D 在听诀里面 听起来 旋律是 Re Mi Fa 但左手却反而是 So D D D 这是一个 和声的 配的感觉 林老师会融合古典 流行 爵士 拉丁 到最后在我心里 音乐就是音乐 古典 那你弹古典的时候 你就像古典 那就像古典 但是流行的时候 就是简易的古典 把它简化 爵士当然就是变化了 我们现在是用爵士的手法来弹流行 所以林老师称为流行爵士 所以这一段里面 我们要注意到第33小节过来 OK 这里不能让它结束 因为这个地方 要进入第一段这个奸奏的地方 它还没有结束 所以我们编曲里面 要安排里面就是安排布局 这里还没有结束 如果你把它一级组和弦结束了 那就绘花去咯 你看咯 爱你 爱到你 好 谢谢收看 再见 拜拜 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咯 所以这个地方你看 德性情情 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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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到你 这样是不行的 再来一次 爱你 这是正确的 爱你 爱到你 那你注意看 林老师用的是 这是一个西部音的弹法 为什么用呢 你看西部音里面很多音乐 你像唱理查克莱德凡的音乐 很好听 这个技巧其实没有很难 很简单 你看如果我要弹Do Mi So 我先用Re来当装饰音 当一个Me 因为西部音是四度 我要弹Me 反而弹So Re一起弹 像打火机一样 你看点火才 这就是一个装饰音的技巧 蛮好听的吧 那这一段里面呢 既然我们走手 左手呢 我们让它保持一个简单的 一个贝斯 还有和弦这种弹法 因为右手呢 要让它支持一个 就像电吉他 或者一个萨斯风这种味道 那我们钢琴弹出这种味道的时候 它比较热闹 那这个时候右多 左手 左手不要太吵 所以你看哦 Do Do Re Re Mi Mi Do 有一个降7 就是降7 Re Fa 那我们用转位 这个位置是最好的 So Do Mi 为什么电子琴很多呢 里面是So Do Mi的和弦 因为这里是很符合 钢琴音响的 好 林老师不再多说 好 所以这一段里面 我们一直弹 弹在DS DS就是再回到B段 B段弹过来以后呢 我们在第36小节 就直接呢 爱到你 这才是真正要结束 后来一个尾声 这样才是结束 所以前面呢 要欲言又止 我们要另起如照 所以那时候不能用一集结束 我们用四集 那这个奸奏 希望林老师把它编曲 编成这个样子 希望你会喜欢 最后呢 我们从头到尾 再为你示范一次 不然你是不会满足的 对不对 好吧 OK 弹钢琴要用感情 用心 你可以轻轻地唱 唱歌谱歌词都可以 好 唱歌歌词都可以 那是因为海 有理由 真会流 还没睡意 每个脸头都关于你 我想你 想你 好想你 切分音 不要太强 切分音 注意这里 爱是这么任的东西 差异 过门 美化旋律 少了一个音 也不要停 Lunny Ray 川普炳装 這也要注意囉 再到B段 是折磨人的東西 卻又捨不得這樣放棄 不停揣測你的心裡 可有我姓名 那是因為愛丟離 正回不經意 就嘆息 有種不完整的 待會要準備翻到最後面了 到第二段 可以先翻過來 一高八度 一高八度 好 希望今天呢 愛情這首歌 帶給你多一點的快樂 也讓你呢 可以學到一個新的技巧 應該是很多的技巧 不只一個新的技巧 我們呢 有瞬接貝斯 有掛流四 還有ADD9 就是附加二度這些技巧 那希望大家呢 持續地踴躍地來參與 我們點歌票選的活動 不管是我們會員 還是我們全國的觀眾朋友 我希望陸陸續續 有更多人收看這個節目 因為這個林文信音樂花園 這個節目需要 既然是花園 就必須要 就是大家共同的資產 就是希望大家共同來參與 然後呢 他才會往下扎根 跟向上開花結果 你看我們鏡頭 特別為大家 有花團景畜的感覺 就是一個花園的感覺 音樂 每一首音樂 其實都是一首歌 不管是男人 女人 但是男人好像 比較像樹跟樹葉 是一個陪衬的 所以很多男生 看林老師 好像都是以女生為主 就是比較偏愛他們 就是比較偏心 林老師 我的心是一個原心 其實是請聽大家的意見 我是站在中間的 我盡量不要有自己的主觀 那今天呢 林老師要在節目 要在這個地方呢 真的時間有過短 林老師每次呢 都意猶未盡 那希望你聽得有收穫 情意也可以精進 也不要忘記 只要有喜歡的歌曲 時時呢 都可以傳真 我們傳真熱線 打在電視機前面 那這個傳真熱線呢 隨時都開放 希望你可以來點歌 在音樂聲中呢 林老師要跟你說再見了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